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回到溫哥華覺得很冷 又要穿乙蛹 今天我們在這裡和大家分享一下 在Richmond的一個地區 再加上一個城市盤 為何才來到外景的現場和大家分享 因為覺得很特別 很多時候我們在說住在Richmond 例如三號路附近 很多高登山可以走路去Skytrain 通常已經是康號 還是舊小康屋 好像沒有新的地方 要住一些比較漂亮的村屋 或者新的地方 就全部都要走去Bundell以南 或是西邊 已經不能再走路去Richmond的中心 所以這次有一個新的項目 在Spires Road上面 之前我們也做過其他的交通 在這個附近 我覺得這個地區都挺特別的 因為它基本上 如果說在Richmond Center 和Langstown中間這個地區 它是最後一塊 還有獨立屋的位置 你有車在後面 最後一塊 還有獨立屋的位置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Spot基本上 這個地區 全部都是一些比較舊的 就是停拆 等待收 或者已經收了會建的屋 大家在地圖Google Earth 或者我們看看我們的影片 都會看到 這個地區 基本上已經是被Town House 舊庫道包住 最後一塊屋就是這裡 其他獨立屋的位置 都要再遠一點 或者是在另外的區域 這個挺有趣的 所以跟大家來現場這裡看看 這次這裡的方向是怎樣 我的正前方就是西邊 這裡就是北邊 這裡一直走過去 大概18分鐘可以走到Langstown 這是最遠的Walking Distance 如果你要去Langstown 大統華、Best Buy 但近一點買菜 其實在西北方走 大約7分鐘就可以去到公眾市場 Public Market 這是最近的超級市場 如果你要坐Skytrain近一點 去Richmond Center的話 就向這邊 這邊是西邊 10分鐘可以走到 Richmond Center的Brighthouse 那個站 對面已經是Richmond Center 可以去買東西吃東西 中途也會有些東西吃 所以怎樣說這個地理位置 其實我們剛才把整個地理位置 就是這個正式方向的地理位置 走一圈 已經發現基本上都是一些新建出來的Timehouse 最外圍就包了一些舊的 裡面這一層大家可以看到 這塊土地 就是我們稍後會去看的一個售樓柱 叫Aviary 是最近正在預覽 五月頭會開賣 現在收到request for 每一個項目 稍後再去售樓柱看看 旁邊就是 8888Skyt 是之前阿拉巴巴巴巴巴巴的項目 已經是今年年頭 還是去年尾的時候 已經交了樓 我們前陣子也有跟幫客人去收樓 溝通一些後續 做得不好的事 另外 這裡的前面 都繼續有一個Timehouse 應該是今年的年尾交 它應該是2021年的時候賣的 什麼Brighthouse 21或22 再前面也有一個development application 就是一個六層高座的condo 專門用來做Rental 然後這個小街 進來 大家看到這些房子的狀態 似乎不多人住 它很舊的 沒什麼人維護 因為這一塊地 這幾間又收了 都會做一個二十多個Timehouse的項目 所以還未開賣 所以其實這個整區 我們剛剛車游了一個圈 新屋基本上只有兩三間 全部都是這些狀態舊屋停收 掛牌價都不便宜 全部都掛到二三百萬 一間掛四百多萬 應該都是等發展商收 所以這個區 我看見到可能未來收下 站下一塊一塊 都可能會變成一個新的Timehouse community 始終因為它比較方便 開車的話 幾分鐘你可以去到一些很方便的地方 例如你不想走過Langstern 開車 過去兩三分鐘便開到 另外一個項目的特色 有些人不喜歡的特色是甚麼呢 就是對比起我們平時說的 2號路 Striebson那邊的Timehouse 大家記得那些起法嗎 我們由很多兩三年前 第一條片 Georgia by Anthem 開始 到後面有一些項目 它都會主打 例如前排是三層 跟著是四房三層 後排是很漂亮的 Duplex style 就是孖屋 那種Style 在這邊就比較少見了 因為這裡始終是真正市中心 最旺的地段 它是賣方便 就不是賣一個很大的Living Space 所以其實大家會看到 我們拿隔離 這個就不是我們今天說的項目 不過是作為一個參考 已經起好的現樓 大家會看到它都起得比較高 而且它都沒有那麼寬 是窄一點的 始終寸金尺圖 總之越方便的地段 這些東西就越小 價錢也未必越便宜 它這一種很多的Style 是叫Stack Up 甚麼為Stack Up 就是說它不是整個 Vertical的空間 都是屬於一戶 它會好像這隻屋 就是這裡 9號進去 就會是一個Guardian Flat 可能是一個兩房 或者一房的單位 另外 真正上面的兩層 又是屬於另外一戶 跟大家上去偷看一下 好冷 首先已經冰涼了 為甚麼這麼冷 好像我們在同一個位置 上到來 大家都會看到 它又有一個前院 然後這個Front Yard 其實進去是兩層高的Town House 這隻就叫Stack Up 雖然你是Town House 這座上是兩層或三層的Town House 就要獨立走出來中央Padell 再開到停車場 嘩 頭吹到亂了 不過我也看到Laviary 還有一些大家比較喜歡的 就是整個都是自己的空間 它有這些戶型 它也有分前後兩排 就像剛才我們看到一樣 也有一隻很特別的 unit 它是Lock Off Suite 就是樓下那一層有一個獨立的出口 然後就可以進去出租單位 然後主要你自己住不出租的那裏 就由後面進去分開兩道門 但是中間也有一個可以關上門 那這隻跡呢 到時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今天就看了這個環境 也看了可能將來… 嘩 這個好有趣 肥仔 對呀 這裡有很多 對呀 它完全不怕人的 它不僅不怕人的 它還要近來 你說可以摸嗎 摸是骯髒的 摸是不讓我摸的 好了 我們現在呢 另外來到現場 也跟大家提一提 那個設計在哪裏 Aviary 就在正 剛剛我們說的做Sample 這個Townhouse的旁邊 就是Cook Road Gap Spires 這個街口 現在紅色圈的位置 如果大家來現場參觀的話 其實已經看到 它的開設計程序在這裏 將來地址會是 8800 Spires Road 其實它會建出來的外觀 風格比較相似 像Heritage Home一樣 其實它總共是由 四間獨立屋拆了來興建 這是一個座位 所以前面向北 然後將來建出來 就會有一個角落位 然後在外面那一排 和裡面那一排 這個座位都挺長的 一直到前面那棵樹 它的後面是什麼呢 它的後面這裡有幾間 一些比較舊的Townhouse 應該都未有那麼快 會改建的 但是去到這一邊 它的後面其實是有一塊吉地的 這裡有機會建設 暫時未知了 這些就未知會怎樣 我們可以走到一個角落過去 看看 這個座位一直到這裏 都是建設的 這個角落位 去到前面 那裏走出馬路 對面已經是小學 Cook Elementary 所以如果大家帶著一個小家庭 剛剛出生 或者兩、三歲 買這裡就很方便 因為你上學的話 基本上是極方便 都不用車送 走兩步就已經可以送到它上學 這個就是它的小學校網 好 那我們現在去售樓署署 我們現在在參觀的是一個 Warm Color Scheme的廚房 大家看到它大部分單位的廚房 都有些比較類似的設計 L-Shape 然後中間有個中度 現在這個顏色的話 它其實很Warm 很大地色 主要都是這些淺灰色為主 我看到比較特別的設計 一個就是它配了這些很酷的 黑色的水龍頭之類 再配上一些扇子 而且扇子很大 就是一條長條形 有一個粒位 方便你拿出來 然後它的水槽位也很大 很多時候我們看到一些 Townhouse或者是condo size 可能都是這樣的 它這個特別長 很適合大家洗很多東西 或者洗大鍋大鍋 它的上面也有些Open Shelfing 就讓大家放一些Display Unit 或者一些容易拿的一些位置 就是不用經常開櫃門 然後搞到櫃門很髒又要擦 另外下面的Tiles 我也覺得它挺特別的 就是它比較少見的Tiles 它是一條條有些坑紋 就是看上去 因為平常見很多 可能是好像大理石 或者是那種類型 或者是比較少見 另外電器方面 它主要是有少許混合的 Bosch的洗碗碟機 然後爐頭和焗爐 再配上Samsung的雪櫃 而且這個雪櫃的尺寸比較大 適合一個家居住 有36吋雙門 右邊這裡就是雪櫃 一直上到底 左邊這裡就是冰箱 所以廁所也是一個特色 而且有這些螢幕 你可以自己登入看看自己有什麼 其實我也未用過這隻雪櫃 波哥 這麼厲害 剛才給我吃過 這次是連手機 你可以容易接觸到雪櫃 裡面有什麼東西 我想買一個這樣的雪櫃 好了 然後我們又說回中度 微波爐放在這邊 我看到它的儲物空間比較大 這裡大家可以看到它打開了 一塊大的板 放東西的組織 有時可以放一些大型的東西 比較大的 包括這邊的櫃桶也是 它都是比較標準的 那些是比較標準的櫃桶 爐頭兩邊 好像這些特別闊 你看這些組織 它可以放到三四個 有時東西就容易拿 和安排 上面也有櫃 大家看到大概整個廚房就是這樣 它也是基本上 這裡還有一個 Volge 還可以調校 如果你覺得高度的位置 不是很適合的話 我猜它應該可以調校 因為有很多洞 很多時候大家在康律 都不會再有水龍頭 就是幫你們煮下飯 要加一點水 這邊是裝好水龍頭 而且風格都是黑色 配合它的操控 和整個顏色 這個就是30吋的Bosch爐頭 五個Gas Burner 所以整間屋是有Gas 和電的 下面就是焗爐 什麼是Gas 和這個電 不知道 不要理會我 說錯了 然後上面也是儲物空間 包括雪櫃頂也要 跟大家看看另一種顏色 它做了一個洗手間給我們參考 我們現在過去看看 後面跟大家說 它的地板是Laminated Flooring 主要是這個顏色 客飯廳、廚房那一層是Flooring 上到兩間睡房那一層 就變成地毯 就類似是這樣的 這類型的Carpet 它無論是哪一種Color Scheme 都會用同一種顏色的Flooring 我們現在去洗手間看看 剛剛那是Warm Color Scheme 洗手間的話就會變得酷 色調其實也很相似 不過會深一點 和Gray多一點 我們就來這個Master Ensuit 它製造了四層 在一個比較長的桌面空間 大家看到變成Color Scheme之後 它的Counter Top的顏色 也由剛才的白色變成淺灰色 然後兩邊有兩個Sink 所有的水龍頭 包括去水位都用了黑色的材料 Mac Black 還有彎位也有Back Splash 上面有一塊鏡子 剛剛沒有提到廚房的兩盞燈 和洗手間的兩盞燈 都會包起來 到時大家交給的時候 會有這些光明 下面就是洗手盆底的 還有一個儲物空間 都是做得很大的 中間有一個又是類似的 Open Shelfen Unit 大家隨時可以拿毛巾 或是大致裝 洗面膏等等 下面都是一些空間 這個地板 其實它製造了一張地板 大家可能會不會看到 基本上是這個風格很平均 好像很和 然後它整個樓盤 和洗手間的長磚 即洗手間的風格 都是一樣的 都是一些大片的地磚 我們進去看看 洗手間是纖維底座 整個洗手間的磚 有一個零件在上面 也有一個可以拿下來的花灑頭 整套都是黑色的 好 大概就是這樣 坐廁在旁邊 如果大家對我們剛剛在現場看 其實這條是Flash Road 我們基本上在現場都是這樣走來走去 旁邊的新的樓盤就是這個位置 這裡看出去對面 暫時都是一些比較舊的房子 它附近也是 後面還有一些屋 然後才去到大街 所以其實無論是Spires Road 還是這邊Cook Gates 這兩條路都是一些比較安靜的內街 沒有太吵雜的車聲 那它的計劃是怎樣呢 剛剛跟大家分享過 這裡很多城市都是放置兩層的 在這個屋苑裡面 其實這些放置的數目 是相對比較少的 大概我們可以這樣說 在前面這裡才是放置 那些地方都是自己一個獨立型的城市 每一個單位下面是車房 這裡他們自己都有一個前軟分一 然後第一層就是客飯廳 那些廚房 中間這一層就是兩房或三房 因為這一屋有三房和四房的 unit 三房為主 再上去就是主人房 加上它有一個露台的空間 這一屋都是這樣的一個風格 也是比較熱門 因為始終大家都不太喜歡樓下住 有一個戶 那除了這裡之外 另外這兩屋是怎樣建的呢 這一邊開始就會有一些 樓下有個單位 大家看到這邊Street Front 有個entrance 下面基本上是有三個量房單位 這些量房單位是可以直入parking的 然後他們的樓上那一層 去到這邊 大家由中庭位置看 它又有另一個entrance 這個建築的話 它是兩個corner unit 就是四房 中間這幾間都是三房 樓層也是三層 由living room開始 由花園這一層 開始進入去廚房客飯廳 中間那一層會是兩間或三間睡房 再上到最高的主人房 加上一個好像天台花園 都很大的空間 讓自己去private用 這個建築大概是這樣 這兩邊的建築都是很類似的 主要都是一些corner unit 會佔了四房 還有它多了一隻比較特別的壺形 就是lock off suite 即是同樣的設計 但是它將整個 整個空間其實打通了 變成好像這個 lock off這樣 你門口這一壺其實是屬於這個建築 不過你可以把它獨立出租 都是自己的 我跟大家看一看 所以四層會比較清晰 對 好像一個lock off unit 它基本上大家會看到 它這裡 是有一個自己的門口進來的 就是streetfront patio的 entrance 你可以將整個 整個swiss出租了 它有自己的廚房電器 包括爐頭 這是我們自己不出租 可以住的單位 亦有道門可以關閉 分別於上下的空間 樓下的租客就不能上來 上面就是了 這個就是很典型 很普遍 其他大部份模型都是這樣 進來就是廚房客飯廳 然後就是三個space 如果你是corner unit 那些四房單位 你會有多個外出的位 還有這邊多些窗 如果你不是corner unit 夾在中間 就會沒有窗位 前後窗 這邊這個主人家 你可以不用經過下面 你可以直接在中庭位 經過一個花園 再進去自己的房間 然後上去 這個就是三房單位 再加上最樓上 就是一個主人房的space 像這樣的lock off unit 整個房間 其實只有三個 我們去這裡看就知道了 大家會看到 這個for plan 就是前面那一排 這邊A就是兩房 這個一個兩個三個都是lock off 如果大家買這個lock off 就整座這樣買 你可以出租 也可以給朋友 有時候兒子大過了 給他們住 現在那個樓盤 是未正式開始開賣 還是一個preview的階段 預計現在是收到request form 5月初的時候 就會開始可以寫contract 我們有些初步的價錢資料 給大家參考一下 將來可能有變 好了 從最小的單位開始說 兩房單位其實不太多 只有幾個 所以可能競爭會比較激烈 這些價錢大約是80頭鐘左右 發展商就寫high 70萬 不過大家都可能看多 那麼多的樓盤項目 都有點心碎 知道怎樣都要加些錢 然後最熱門 最多的就是三房 這些全部都是三房單位 上面這些B4、B7 就會是stack 剛剛和大家解釋了 下面還有一戶 後面這些三房 B1就會是獨棟 所以價錢 其實他們之間本身已經有分別了 現在發展商比的 會是最便宜 這些下面有單位的三房價錢 他就說是120萬 120多元 120萬鐘 125、6 我都預計他可能接近8、3萬 大家如果想買到這些separate suite 即自己一個下面沒有戶數 我覺得有機會去到135甚至140萬 到時看看實價是怎樣 最後有一隻四房單位 其實四房單位 大家看到不是很多 1、2、3、4、5、6、7個 其中三個是lock off 所以實際上 如果你不要lock off的話 小一點的四房單位 基本上只有幾個 現在價錢 普通的四房單位 就是high 1.3Million 大家可以預計他接近140萬頭 甚至有機會去到150萬 因為只有幾個 最後lock off會最貴 因為他除了上面有四房之外 還有下面的單位 也給你出租 這隻就是這幾個單位 最後標價現在是high 1.6Million 即有機會去到1.7Million 甚至1.8Million 現在這是一個很初步價錢的更新 希望將來有實價 可以跟大家分享 現在這個項目的落成期 completion 預計是4的2025 即是2025年的年尾 即是秋天或冬天交流 管理費是兩毫二一呎 另外就是它的unit 整個樓宇都會有冷氣 冷暖氣這兩樣都會有 是gas的煮食方式 其他是電的 就是這樣 主層客飯廳這一層 就會是9尺半的樓底 即會比較高一點 那這一層 多些房子這一層 就會是8尺半的 然後主人房最高的那層 就是8尺的樓底 我也有將一些書籍 今次這條影片 以及Fall Plan等等 價錢所有的資料 就上去我的網站 KerryQuite.com slash aviary A-V-I-A-R-Y 那大家在上面 就會有所有的資料 那如果你對這個項目 是有興趣 想落 request form 或者想約過來看 或者遙距Zoom看的話 都可以聯絡Kerry 你上回網頁那裏 就填上你有興趣就可以了 謝謝大家 喂喂喂 嘩 這裡停止 不會是這個景 那你不要向著這個景 然後我們可以看看 你講一下地板是甚麼 地板是Laminate Flooring 對 然後地板的顏色很明顯 等一下 你現在想說甚麼 很暖 然後 好 按 等一下 等一等 卡片 等一等 你為何不斷叫我等 不是 等一等 我再重新來講 很暖 你剛剛講一下 那你想我怎樣講 我現在重新講 不用他重新講過 不用他重新講過 我先想想一下 好